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一万年官方合作伙伴 山润山茶油 健康好油 山润山茶油 人生一万年官方合作伙伴 泰康之家 祝泰康之家 活出自己的精彩 人生需要等待 人生一万年 精彩一会儿回来 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预见 人生一万年 精彩继续 人生一万年官方合作伙伴 山润山茶油 健康好油 山润山茶油 人生一万年官方合作伙伴 泰康之家 祝泰康之家 活出自己的精彩 谁能想到 东北也有养老圣地 海洋给了这里冬日的温柔 这是辽东半岛最南端 东北最温暖的城市 大林 这里的百岁老人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叫饼子不是吗 周饼李 第一次见到周饼李的人 都会惊讶于他挂在嘴边的日常话题 是文学 我喜欢这个冰心作者 它随和我的性质 它的文章很有母性 小军灯啊 等等的这些东西 他学他年轻时候的生活 和他母亲相依为命 很多人的文字是很感人的 因为读了他的东西 所以受益良多 您见过冰心 冰心当然他是我的老师啊 在他越境大学时候做教授 他很慈爱 所以那时候对我们这个年轻的很爱护 在读书的时候 我对鲁迅的东西啊 不太喜欢 当然他是伟大的文化者啊 但是我对他写的那东西呢 就觉得很枯涩 对我这个性情的东西我就喜欢 不 我的心里的就不行啊 文学也是教会人的 主要讲的如何做人啊 什么样的这个 培养性情啊 等等 那时 文学还是站在象牙塔尖的时代 冰心刚刚发表散文集 难归 文化界还回荡着呐喊的余韵 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的周炳李 就此开始他长达80年的文学批评与鉴赏 当年的星派生活保持到如今 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养老的憧憬 首先取悦自己才算享受生活 喝咖啡换衣服 在哪儿啊 喝咖啡 在哪儿喝 门口 门口 喝咖啡不是赶时髦 是他从年轻时就有的生活方式 天气好的时候 周炳李会随机出现在某家咖啡馆的后院 喝什么 喝咖啡 喝咖啡 咖啡加奶吗 加一点 加一点 你加一点 那是 你那美食 加奶了 喝咖啡 喝咖啡 谢谢三个娘 好喝吗 苦 苦 一天都好喝 女生的咖啡呀 她搁沙糖 那时候啊 在这个燕京大学的对面 很多个咖啡馆 所以同学们没事的 就上那儿喝咖啡 养成一座喜欢喝咖啡的习惯 当年的新潮生活 现在进入了寻常人家 对周炳里这一代人来说 这算不算 如他们所愿的盛世呢 我小的时候生活 是比较富有的 我家是这个京兆周周 周家大院 每到节日 每到节日 家庭都聚会 拜宴席 进城来 到吉强戏院 长安戏院 看京戏 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这是随时教育的 教育给我怎么做人呢 主要是这些方面 以后我就去北京了 我考的大学研究 那个研究大学是有名的 段娜 他是我的指导老师 完了他访问阎安 回来他说中国的出路 在阎安 童年是一生的滋养 让周炳里有足够的能量 去应对一路遇到的坎坷 这能量一直供养他到 一百零三岁依然乐观 对生活充满热爱 一年一度一中秋 一时光阴 不我留 马使徒子 感无限 平生半点 智未愁 这是我学的 重新整理整理 把它归纳归纳 从阅读到创作 多年下来 周炳里自有自己的心得 写作的重要是什么 重要的话 主要先有没有底蕴 思想的根源 要想写一写 所以就写一写 无所谓什么 一定得形式 这是当年随便写的 现在得重新整理 这个是我的外父 My wife 这位 我没说 父母是老朋友 从小对亲 这感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个人 对某些人有了感情 那他的印象 到处都是好的 需要写的时候 心情一定有所感动 才能写好 1951年 教语文 那时候 那个课本 学生不太愿意学 选出来的文章 他们倒愿意学 学生是后受益不浅的 所以我 很多学生 南南北北的都有 有人说 语文课本里 最能体现 时代的文心 语文老师 也往往是一个孩子 人生观建立 重要的引领者 在文学里 汲取的营养 周炳里 一腔赤诚地 传递给了 一代代的孩子们 我就是喜欢读书 文学实际上是什么 文学 很多的文字 都是有教会意义的 所以你读文学 从中就受益 没有用的 就是不叫做文学 它是 启发你 如何做人 如何成长 所以你读的 当然有用啊 文学 是教育的从具 而爱 是文学的伏笔 人生的道路 有无数种途径 但归根结底 是找到自己 知道这个里面 年纪最大的老人 多大吗 上学一百零二十 你认识张老师吗 认识 我们的老师 他教你哪文课呀 大学微信分 他每天 他都在家里看书 而且还在做数学 数学教授 咱们先不讨论 经常动脑 和每天看书 是否直接 有利于长寿 咱们呢 先去拜访他 我叫张医生 预备的周岁 这本书 他写得还不错 就叫高等数学 建民教程 是 Klatik course 不用教数学 我打你脑子 要不脑子 结果什么都不行了 现在我 我 我 只是 只能到大学一年级 在高等我都忘了 因为 因为 这个东西 其实 我心血没带着 这个书 这本书 他从 《行列式》讲起 《行列式》 你知道吗 七十多岁的学生 露出这样的表情 显然是没有跟上老师的思路 这个东西 其实 他给我讲一百票 我也听不懂 我没法跟他讲 热衷传授的知识 没有被接受 张义生 显然并不在意 传道授业 是他长期 延习的 惯性动作 也是他自己 还在抓紧的 生活热情 那是我的老师 我入学第一天 第一门课 就是他上了 维基分 维基分是 这个科学发展 比较参谱 深刻的哲学意义 理学天文的方式 他就说要用到这个危机分 一百零二岁的老师 遇到八十岁的学生 讲起危机分 仿佛又回到了课堂 两个人跨越大半个世纪 又讨论了起来 他一百多岁 这一生的危机分 是很多很多累积起来的 就像我这样的 八十多岁了 这个机分 他的一生很坎坷 最后的这个一百零岁 挺有意义的 这么多年了 还碰到一起 不容易了 对了 数学学习上 你属于天赋型 还是努力型 我是个普通型 我到北达以后 我转到俗学 我记得 于明跟我 是一个年纪的 他是武力型 他很多课都跟我们 在一块上 什么课都学得好 我们学代语的时候 教师要讽刺 教得非常好 他都学得非常了解 曾经与张一生 同行的人 已经被鸣客进了历史 张一生 自己其实也是 没有辜负时代的人 中秋国庆 两节将至 我们继续来观众 出行方面的信息 拍摄的日子 正逢 二二零二三年中秋 儿孙分散各地 不能相聚 遥远 让思念的情绪 更浓了 开始 留店 喂 师父 中秋快乐 对对对 祝你中秋快乐 爸 祝你中秋快乐 有月病吗 没有 我在这儿也有月病 我这边也有 但是吃完了 不上班吧 孩子不在家吧 他在哪里工作啊 孙子不在家 哦 他在懒家是吧 对 一个月两个月 回来一次吧 都挺好 你那个多保重啊 好 好 爸爸祝你中秋快乐啊 好 我两个孩子都挺突出的 后来到几年 大小三月 两个也挺突出 都是三十五小生 他考 可能是全国 考第三 东北考第一 这学霸 也是家庭代际相传的 对两个儿子的成绩 张一生 虽然嘴上不说 看得出来 还是骄傲得很 一家人都学识渊博 张一生的妻子 也曾是学校里的文艺人物呢 我是五年人 他的姐姐跟我同一个交流 就是同一个关系人死他了 这个他长得好 弹钢琴啊 演花剧 经常自己编个火爆剧 上台去演 妻子专攻花草绘画 老张常年陪伴在策 也耳濡目染 养成了拍花的习惯 他从这到晚花花 一天花个不提 我喜欢这一幅 这三本可以给 这一本没有 我就这一本 这一张 这是结婚照 这一张是全家福 任你再厉害 爱情也不能用数学方法来计算了 他一旦降临 新玄情不自禁地谈响 就知道那是对的人了 张老师的爱人姓刘 刘老师 坐轮椅 抽出境界 全是张老师推出 这点大家都很配复 也很羡慕 张老师是好男人 照顾妻子 你配什么 他配着你见过吗 刚去世不久 我们遗憾 没有见到才华横溢的家人 但近百年的爱恋 依然会在张医生的生命里 得到延续 海里面东西多了 没见过的 海腿它 我也是想住 水母不能吃的 这生活 这看见 看见都害怕了 退休后 海洋馆 便成了更适合张医生的象牙堂 达成了活到老 学到老的成就 海里面东西多了 没见过的 好吃 金鱼不是那个 鼻孔在背上吗 夫妻是在背上 车水柱 听到高 金鱼是台声 跟人一样的 据说海洋有95%的未知领域 人生亦是如此 只要愿意探寻 随时都如新生 百岁年纪 也可以是另一个起点 吹着海风 跟着渔船 来到另一座阳光明媚的 滨海城市 跟随着五十年代的节奏 刘奇敏的早晨 颇具仪式感地开始了 这本来是给他结枣子 把他结的靶子不合 就把他眉拿上来 给他 黄磊那时候太衰了 你看那个黄磊现在什么样 那时候小伙很衰 张又怡 现在还没结婚 没有 这不才可以提起吗 有什么结婚的 两起草不都可以的 他老师都批评他 不管是黄磊成就了徐志摩 还是徐志摩成就了黄磊 在刘奇敏这里 都是他的宝贝 同样被他视为宝贝的 还有进步文学 武侠小说 鸳鸯蝴蝶派 以及经典电影 一个同学给我介绍一本 是个进步 习惯 习惯 习惯手 搓点鸳鸯鸯 红楼盟 又是几下武艺 又是小武艺 打把艺 老婿 也都看过 因为我的老妈也是都婿了 我的外祖父 是青朝的修材 有点都婿的 我的外祖母 虽然是他末年婿 但是我就想起来 我九岁 他就走了去习了 但是鸡鸡鸡鸡鸡 木兰当鸡鸡 都是他给我的 农村这个油邓 挺节约的 他也不喜欢 你小火 这不是里头就有俩吗 我就哪去跟这个 过地这么看 生于有读书传统的山东 又是读书人家的女儿 刘其敏 在战火夹缝中 依然幸运地接受基础素质教育 从此读书的习惯 伴随了他的一生 我叫刘其民 一百零一须色 平时喜欢看室 听歌 去去旅游 有时候也怕善 我自己也不明白 我怎么 火这么长 休息一会儿行吧 看着快累了 现在不行了 看着后面 前头都完了 就我捏点顺听听 你们的母亲 多么英明 多么伟大呀 从我母亲的经历 我感受到 不管是外战内战 带给老百姓的 都是苦难 多少人妻离子散 多少人流离失所 多少人忍辱受气 多少人人头落地 大家这是老百姓 倒霉呀 39年国家 就照片 就这个时候 我就教学了 自己找这么个教学 那这就是个促小 一二三四年级 搬到乡西区 那么一个小山子 直接飞机 扎你这就是好事 那你过得去连续 那个真正实际 那么 哎呀 那不知道那个滋味 在那个识字的人 都不多的年月 刘其民 成为当地乡村小学 唯一的老师 在敌人空头的淡雨中 确保孩子们生命安全之外 还要争取时机 让他们接受到文化的熏陶 这个画啊 这画是我小女士 她破的 她放完 中的画 她烧了 今天回了快二十年了 都忘了 学生其实有 开始走的 买了飞机票 坐着就去了嘛 你不用我走不定 结婚之后 刘其民的重心 转移到家中 因为有做小学教师的基础打底 家里的孩子们 都获得了 很好的启蒙教育 现在子孙们 开枝散叶到世界各地 最初的知识启蒙 都是她种下的 孩子们努力奋斗 一定程度上 是受到这位大家长的影响 毕竟刘其民 开启过事业的第二春 我去学那个补业了嘛 补业就是 新生的会议 看一个招生 我就去报个面 就去学 我给她当会议 还行 她自己把工作干好了 就行了 我不会聘嘛 你试试 好 我试试 这样啊 这样不对 不能扯下来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 骗好了 多余两个 这两个是导弹鬼 导弹鬼呀 九十五岁的巨大年龄差 在一老一少的日常沟通中 丝毫没有存在感 你慢一点哈 我的针针针针针针针祖母 什么都会 什么都会 她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 她会画壁画 还会做考米 还会做手续 她靠狩猎为生 她靠狩猎为生 她在湖水里洗澡 谁叫你的 自己学的 怎么了 在孩子们身上 倾注的关爱 会成为更加纯粹的感情 在爱的传递中 生出家庭的幸福 没在体格强健时登泰山 是这位山东籍户外爱好者 为数不多的遗憾 只能借由室内运动 填补躁动的内心 至于空白的青年时代 刘其敏从不后悔 对她来说 世界上美好千万 比不上孩子们 常回家看看 姐姐好 回来了 我们今天去校长办公室 开会了 问题是校长还放我们鸽子了 最后甚至有同学就直接坐在校长的那个位置上面装作校长来满足我们的要求 我把五里书拿回来了 五里书怎么了 为什么 这不都是英文吗 不错 我们现在还没开始学书 我觉得最为大书这个称啊 对啊 周一我该怎么拿到学校里呢 我去 吃什么样的 你爸爸几岁了 二十六 四十六 四十六 你几岁了 七岁半 四岁半了 三岁半了 现在可以在网上就是看书 这里有一个这个小放大镜 小放大镜 对 这样 这上面就有红了吗 是的 然后听就可以了 就听 当我们谈论长寿 实际上是探讨如何变老 腿脚慢了 再添个拐杖 眼睛累了 就换个方式 生命是一场内心的博弈 你相信它是缤纷的旷野 你期待它就有无数的可能 浪漫是一种自由与洒脱之上的精神 在百岁之灵 用自己的方式 感受浪漫的人 是可敬的 成功 我没有追求这个 所以我是觉得是直 我没有追求这个 长寿 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也算 也算美满 需要写的时候 心情一定有所感动 才能写好 怕吃了怕开 没有 我没有什么缘 每个人都有权利 选择自我实现的方式 幸运的人会在有限的人生中 找到它 实践它 并且从中获得价值感 张一生的海洋探索 周炳里的诗词歌赋 和刘其敏的登高望远 是一样的 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之外 他们都赋予了生命属于自己的意义 你的人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统集能 解释 独播剧场的 语言 雷